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谈一谈村种的第一肥,淡肥 那么现在是4月初,那么村意盎然,万物净发 我们新种的一些蔬菜和水果,它们都开始发芽生长 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些新的这个枝叶,它们都开始净发,都开始长出来了 你看这些新的枝叶,还有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枝叶正在净发 那么我们种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蔬菜呢,也都开始长得非常快,长得很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一种肥料,就是淡肥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淡肥 那么淡肥呢,它是我们这个植物啊,生长所产生叶绿素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叶绿素呢,它是这个植物呢,它是用于和太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它是产生一些能量和蛋白质,就是产生一些氨基酸 这些氨基酸呢,又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 所以说呢,它是我们植物生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 如果我们从叶绿素的分子结构来看 你就可以看到,它中间呢,是一个铭,旁边呢,有四个氮 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鹿和其他的氧,碳等等等等 所以呢,你从这个分子式就可以知道 那么这个组成呢,它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淡肥 那么淡肥呢,它是一种气体 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是从这个空气当中它是存在的 那么在这个土壤里边呢,它就需要用一些有机物才能产生一些淡肥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植物呢,它是需要淡肥 大量的需要淡肥 因为它在生长过程中,它需要能量 需要sugar,需要protein,需要蛋白质来分解 所以说呢,它就需要很多的这个淡肥 那么我们从哪儿获得淡肥 那么当然第一个途径呢,我们就是从市场上买 那么市场上呢,很多各种各样的肥料 大部分呢,都是以淡肥为主的肥料 比如说在淡肥为主的肥料当中呢 鸡粪就是最好的一种淡肥肥料 因为它含的这个淡肥比较多 营养成分比较多 那么相对于牛粪来说呢,它就比较有劲 那么牛粪呢,就相对的这个淡肥就含的成分比较少 当然其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复合肥 比如说top soil,potting soil 这样各种各样的复合肥 它们都是以淡肥为主的这种肥料 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些淡肥 那么其中就是咖啡渣 那么咖啡渣呢,我们曾经有个视频 是专门谈这个咖啡渣的妙用 那么因为这个咖啡渣呢,它的这个组成部分 就是淡肥含量相对于其他的淋甲部分都比较多 所以说呢,这个咖啡渣呢 就是一个我们制作淡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个办法是厄肥,厄肥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厨余啊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肥料,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我们吃剩的水果呀,坏的水果 或者是吃剩的肉,或者是坏的肉 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厨余 我们的剩菜,各种各样的厨余剩菜 我们都可以来进行厨肥 那么我们用一个桶把它装进去 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立你起居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封闭起来 然后放上水 这样的话,它们经过一定的发酵以后 它们就可以产生一种水,叫黑水 我给它起名字叫黑水 那么这个黑水呢,我们都经常的用来进行使用来 作为我们的淡肥的这个来源之一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买一些鸡粪和牛粪 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样使用这些淡肥 根据这些植物的生长的不同的阶段 然后我们和不同的物种 我们要使用不同的肥料 比如说这个西红柿 西红柿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它一开始生长期的时候 这任何别的植物也是 就是说它们在生长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淡肥 那么淡肥呢,因此呢 所以说我们要在春季的第一季 要加淡肥 以保证它的淡肥 如果它是淡肥这个充足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它就会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说 在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给予太多的淡肥 那么这时候呢,太多了以后呢 往往让这些植物生长呢 就是长过快而不开花 或者是开花结果变得很少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使用淡肥的时候 也要注意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使用 我们放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因为这个小的植物 比如说我们的西红柿刚摘下以后 这个时候呢,你吃这个肥料的时候呢 就放在边上或者和土餐在一起 就比较好一些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但不要使太多 比如说小论苗 然后你给的一大堆的话 有可能就把它烧死了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当这个幼苗的时候 你要离得远一点 这样的话,让这个肥料呢 不至于太强而把这个植物给烧死 avocado或者是lemon这样的树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拌带地倒在这个树边上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怕 因为它需要的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 你就直接倒在树边上就可以 但是小苗的时候 一定要和土进行掺和以后使用 或者是离得远远的 你像这个小苗 小苗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放在边上或者掺和以后再使用 还有我们的这个黑水 就是我们自己凹的黑水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肥料 已经凹了很长 最起码六到九个月以后的这个黑水 我们用来浇 我们浇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在边上稀释了以后 然后浇在边上 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蔬菜呢 水果就会长得很好 很旺 他们特别喜欢这些黑水 这个黑水的 它的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些根部啊 它大约都在六就是六寸 六英寸之内 在这个期间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毛细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根 毛细的这些根呢 就是我们用来吸收氮肥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途径 所以说呢 这个氮肥呢 往往你需要浇在表面上 和它在一起 然后浇了以后 然后它会渗下去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会再 在整好是 这些植物 所吸收的这个 成氮肥的这个区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怎样使用 就是说我们 我们在开花期的时候 在生长期的时候 就是植物啊 你种下小苗 在生长的时候 它需要很旺很旺地去生长 或者是你的这些树呢 它们在这个春季刚来的时候 它们需要很更新换代 它需要有新的芽出来 新的苗出来 它需要有新的枝叶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它往往 大量地需要一些氮肥 所以在这个期间呢 你要保证足够的氮肥 提供给它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 每过两三个星期 给它撕一些氮肥 这都不为过 所以说它需要 很多很多的氮肥 这个时候 那么一旦它的这个 西红柿长成热 开始开花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氮肥 就不需要很多了 或者是甚至不需要了 那么有朋友问说 这个我的这个肥料 买的有没有味道 那当然是有味道的 那么有味道的 往往是这样 你到Home Depot 或者是Lowers 你买一些肥料 如果说是这些肥料呢 它放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味道 已经散发了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 你拿进来以后 这个味道就比较小一点 但如果你到Home Depot商店以后 你去买的时候 它会有新进的 所以说这个比较新鲜的 新进的 所以它的味道就比较强一些 这样的话 你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离人活动区域远的地方 一个角落的 放了几天以后 然后你再使用 那么在使用的当中呢 当然不要使用的太多 因为你使用太多以后 这样的话 味道就会感觉很大 实际上也就是 你不应该使用很多 因为那个味道 只要是很大的 就说明你使用的太多了 或者是这个肥料 还没有个成熟 那么说起这个成熟来说 就是说很重要 我们无论是你去买肥料 还是你自己嗷黑水 一定要最起码六个月以后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嗷肥的过程当中呢 它有一个消毒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消毒 然后它还可以 在这个微生物 它可以进行转换 这些营养的过程 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 它往往会产生一些 一些不好的 就是不成熟的 这些化学成分 让从而选失 或者让你的植物受伤 让你的植物受伤 所以说呢 一定要 要让你嗷的肥料 要足够长的时间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充分地 产生植物所需要的营养 是不是各种物种 它们需要的氮肥的 都一样呢 也不是 也就是说 我们在 比如说这个 这个橘子 橘科的这个肥料 它当然需要大量的氮肥 但是它实际上 对磷肥并不太需要 太多 所以说呢 它主要是氮肥和加肥 需要的成分 需要的比较多 Avocado就不一样了 它的这个 也需要大量的氮肥 因为它的汁液比较多 也需要大量的氮肥 但是在开花结果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氮肥的需要量 就不是太大 更需要的是 Malch一类的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个Avocado呢 你看我这个 这个给它的肥料里边 就含有很多的Malch 就是很多的这些 这些汁液 组成的那种碎叶 碎叶片 组成的这些肥料 那实际上 它是含磷肥和甲肥比较多的 所以说呢 这个 它根据它不同的时候 我们给予不同的需要量 下个问题是 我们到哪去买这些 购买这些肥料 那么氮肥肥料 那么最主要的是 你到Home Depot 或者Lowes 你可以看 它很多这个标签上面 都标记着你各种肥料 它的这个组成 是什么样的类别的肥料 比如说它是 Porting Soil 或者是Premium Standard 或者是Malch一类的 或者是Special的 就是各种各样 它都有一定的标记 那么都有一定的 这个你可以选择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呢 就叫NPK的它的这个比例 那么NPK呢 比例 那么比如说 它是16比16比16 那么意思就是说 16%的是氮肥 16%的是磷肥 16%的是钾肥 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 它就 它各种标记 有的时候 有一点不一样 有的是16比16比16 有的是16% 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十几 它就是这样的一些比例 就是各种标签都不一样 它通过这个东西 你实际上你可以compare 它就可以比较 它的这个氮肥的含量 比如说有的上面写 这个1 5 3 那就是 这就是零肥比较多 就是氮是1 零是5 然后这个 钾肥呢 是3 所以说它根据这样来选择 哪个它的这个氮肥的含量 比较多的成分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你去买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都是 就买牛粪或者鸡粪就可以了 那么鸡粪是 就是比劲很大 因为它氮肥含量很多 所以说在市长的时候 往往比如说韭菜啊 因为我们经常割韭菜 割完了以后 我们就放点这个鸡粪 那么西红柿啊 它在生长的时候 我们就旁边就给它撒一点鸡粪 这样的话 它就会长得很快 那么现在我们正是各种植物 各种这个种的蔬菜水果 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最旺盛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蛋肥 大加蛋肥 就是说 每两三个星期都加一遍都可以 就是让它保证它足够的蛋肥 让它生长成个 那一旦生长成个以后 比如说西红柿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停止或者是减少蛋肥的含量 然后增加其他肥料的含量 这个时候呢 我将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我在谈这个 花期的肥料的使用 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肥料 怎么选购 或用什么样的肥料 怎么样加 我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会谈到这个方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我们春季的第一肥 蛋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